深山藏鼓洞 洞中运碧水 天地沧桑远 乾坤日月长 大家好 我是小茉莉 上集我们说到 本系水洞内的石灰岩 就是在五亿七千万年前 澳陶系这个时期的 夏桶亮三组和 宗棚马甲沟组时 受到研化作用发跃成 后期由于低窍运动 海水退去 这里便缓慢地抬升为陆地 石灰岩在地质运动中 受到外力作用 不断地进行融食 在经历了亿万年的时光 雕琢后 便逐渐发育形成 今天的水洞 这种融食作用 至今仍在继续进行 可以想象 在经历了几百万年之后 本系水洞奇特的 喀斯特景观 将会更加地 风之错约 谢兰多姿 那么喀斯特现象是什么 下集我们接着了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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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在一个担当的 有几百万能 已经很久了 下集中